字幕提供 剛剛這個錄音卡介紹完那我們現在就是往麥克風前進了 好有了錄音卡之後呢 如果我們是需要歌唱或是Rap 我們會需要的必要的東西就是麥克風 麥克風 常常會看到的是這種手持式的麥克風 另外一種是這種比較像錄音室在用的麥克風 手持式跟錄音室在用麥克風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手持式的麥克風主要設計的目的是為了給現場演唱來使用 所以這些麥克風在你手拿著晃動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避震的結構 讓你不會因為這樣子晃動就產生那種砰砰的聲音 可是錄音室的麥克風呢 錄音室麥克風它求的就是盡量能夠把所有的細節 所有你歌唱的表情 大小聲強弱呼吸 甚至是你掉淚的那一滴淚滴到地上的聲音等等 都收在裡面 所以它以高靈敏度為訴求 它就沒有辦法讓你直接用手拿著去一邊唱一邊錄這樣 所以這種錄音室的麥克風呢 多半都會需要另外的避震架跟麥克風架 這個是手持式麥克風跟錄音室用的麥克風兩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另外呢就是手持式麥克風它有兩個比較常見的大類 就是比如說所謂動圈式麥克風跟電容式麥克風 像我手上拿的這支錄音式麥克風它就是電容式麥克風 那一開始選購的時候 可以看就是比如說你是以現場表演為方向的 或是rapper 可能你要練習使用手持式麥克風的機會非常高的話 會比較建議就是先有一支好的手持式麥克風 開始熟悉它 因為麥克風它有收音的指向性的問題 有一些麥克風它可以收到來自它四面八方的聲音 有一些麥克風它會對它的正前面尖端比較敏感 旁邊的聲音比較不會收到 所以像大部分現場使用的麥克風都會是屬於這種 就是所謂心形指向 它的前面比較敏感 它的旁邊比較不會收到聲音 這樣在舞台上就不會說 我在唱歌的這支麥克風 結果裡面也有鼓也有吉他 什麼東西都來了 這樣就很不好處理 那不一樣的指向性的麥克風 跟不一樣廠牌不一樣型號的麥克風 它其實對人的歌唱大小聲的這些反應 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麥克風是會需要去學著怎麼跟它相處 怎麼去使用的 MING PAO CANADA